不好意思 請你解釋芬蘭市教育是怎麼樣 講出來讓我們了解 你對芬蘭市的了解 學校教室內教育局審查委員 和學生家長以及校方召開說明會 但才剛開始不久 家長怒火就被點燃 這是我第一點看到 我跟黃班講完 應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逐項討論 在你的面前有非常多成果 那如果委員不看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 拿出學生學習成果 希望審查委員了解 引發家長不滿的 就是因為台中這家主打芬蘭市教育的 實驗教育機構 教育局日前辦理成效評鑑 認為校方教學方式 和主張的主題是教學不服 還有學費超收 債務大於現有資產等情形 加上一個月期限內 校方仍未改善 認定評鑑未過關 不得續辦 導致80名學童必須轉學 讓家長相當不滿 目前看起來整個流程很多爭議 我們家長被蒙在鼓裡 過程有很多東西 但不應該馬上讓學生不能讀書 你要輔導這個學校讓他可以辦 不是來打個電話跟家長說 這個學校有缺失要關門 我輔導你轉學 校方也強調學校確實有債務 但辦學資金足夠 從未拖欠任何教職願薪資 就是可以給我們多一點輔導的機會 讓我們知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改善 因為為的是孩子的教育 家長對於這個星光 還是蠻支持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帶回去 審卓相關法規 教育局表示透過說明會 已經了解家長和學生訴求 後續將在於審查委員會討論演繹 蔡英雄才能當時有力SNG小組 台中報導